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每個星期 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都會在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各個純槍涉嫌 論盡堅下正事 華山論劍 節目主持陳華鴻 嘉賓主持周成康 李逸 各位聽眾好 又是華山論劍仇 今天也是由我 陳華鴻主持的 我身邊的朋友 周成康 大家好 李逸 大家好 繼續和大家一起討論這個時事新聞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的新聞就是 剛剛香港政府發表政改諮詢文件 就說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和2017年的特首選舉方法 所以我們想大家討論一下 研究一下這個資訊文件到底 內容或者他的發展 大家都覺得怎麼看呢 周成康 你先說吧 這個資訊千呼萬喚 是啊 等了很久了 大家吵了很久了 為什麼還不開始呢 其實呢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特別 嗯 雖然 其實過過幾月已經是權來腳枉 已經很久了 現在所謂有一份文件出來 香港政府文件列了七大點 當然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每個人都說自己 每個人是跟基本法 是啊 當然要跟基本法 沒有出軌的 泛民也是這麼說 香港政府也是這麼說 嗯 誰是誰非呢 那當然啦 那本基本法又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你看看從哪個角度去看 那我呢 我就沒有什麼資格說是誰對誰錯 但我有一點想強調就是那個 立法的精神 你說基本法的立法精神 是的 這件事呢 不要說其他事情 就說回這個普選 嗯 基本法已經說過 普選行政長官 然後普選立法會 嗯 那到底普選是什麼呢 大家已經同意了 一定要有普選的了 甚至我上個星期 我也有說過 Richard也有說過 就是說 我就說一人一票 再說就是 其實這件文件已經很講清楚 香港人是會一人一票去選的 嗯 現在問題那個 那個 不同的意見 那個爭吊的地方呢 就是那個參選的資格 有沒有篩選 是最有爭議性的 嗯 我剛才說 Richard上一星期都說過 如果不是大家可以參選 這個都不可以選 就普選了 嗯 現在呢 他就說那個時間表呢 就說會有五六個月左右的相討 是啊 五六個月左右的相討 這段時間 我看 在這幾個月裡面呢 如果不是身在其中 直接參與的話呢 你叫其他人 根本就很難去follow這些 這樣的argument 就算今天看這些 正反兩方的意見呢 我看得頭都大了 究竟看完之後 有什麼是明白的 不明白的呢 我都免得去根根計較 啊 你都說你不明白 你根本就很討論 我就不知道 就是普通一個在街上的人 就像今天報紙 三四張紙 你講這句話 當然有多少人是很深入研究 去什麼的呢 那 就看事態發展如何 所以我今天就不覺得 是有什麼突破性發展的 是啊 Richard剛剛講到你了 因為上星期我也討論過 唯一就是西方社会的民主政制包括加拿大、澳洲、美国 一人一票来说是不是个个都可以做候选人呢? 就算西方的民主政制都有它的保留 但譬如我接受了西方民主政制 我觉得它的保留是合理的 例如举几个实例,你坐牢就不能做候选人 坐完牢就可以了 再其他也有条件,在我们加拿大有三级政府 每一个政府都有自己的门槛 比如有些要签75个人 你才可以做区候选人 有些就要给一个有限的数目的订金 但一定要有限 即是说我同意周诚翔说 要有一个民主的精神 立法的精神要吻合民主的精神 但就不是说无限量 因为没有自由是无限量的 不过我看完整个咨询文件的初步 就像我和周诚翔同意他说 突然太过详细 就没办法可以想到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在泛民那里 就是说参想的门槛 现在就是说门槛的高低 现在很难去说 这个合乎基金法 是不是真的合乎基金法呢 即是谁是增加合乎基金法呢 但是现在有一个门槛呢 就是说那个机构提名 和现在这个咨询文件里面 就没有了公民提名 也是我们上次讨论的时候 都已经说过 因为是人大基本法委员会 副主任李飞来到香港的时候 都已经那时候说明 公民提名这件事 在基本法里面是没有说的 但是我又说回上个星期了 无论他是李飞 或者是我飞 无论他有没有官函 那如果他的说话 只是说你找回了基本法 都没有这四个字 那谁人说到也是说没有的 但是这就不代表 是件事停在那里 所以大家不用怕 现在就是说 在这个咨询文件里 都是没有提这个事情 这个是事实来的 谁说都是事实来的 所以泛民的议员 跟着结论就说 你要不提不代表是没有这件事 我可以继续在我的咨询 你的咨询国情里面 我提出都可以提出的 那谁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 赢得多些人民的支持 那你就有力量了 我刚才说的就是 权来脚枉了这么久 泛民也没有停止提出不同的方案 所以并没有被这些北大人 官老爷说的东西 是吓得到或是支持 只不过是 打出来的就是这样 香港人的感觉 这些官人说的东西 就是正改的框框 这个框有形无形 到时结果是不是 只能够在这个框框里面 去做一个提名 那我们拭目以待 很容易就可以见到的 但你觉不觉到 今次我们看到了 香港是特首政务司司长 我正想说这件事 我正想说这件事 我正想问一下 林太在今次公布里面 整个过程 这件事是非常之离奇的 大家知道这件事 沸沸扬扬了很久了 是的 我看没人敢说 香港这个议题 是没有争议性的 是不重要的 但偏偏在这麽关键时刻 就是由林郑带着11个司长 就是全部浪马 去公布这件事 而梁振英呢 就去了访问 广州中山珠海 这三个是什么地方 大家都知道 好了 这个只是一点 当然大家知道 哪里都好 有很多阴谋论 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要是 就是 梁振英 认为这件事是没有到的 去访问广州中山珠海 是给政改咨询 是很重要的 嗯 不是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 北京当局 已经当梁振英不是东西 推了林郑月娥出来 希望呢 可以由林郑去搞定这件事 还有一个蛛丝马迹 嗯 今天听到 那个是有个 港澳研究中心 嗯 嗯 正式在北京成立 是 这个研究中心 由陈佐尔 以前的 哇 陈佐尔以前的港澳办 是吗 中联办 那时候是新华社 是这样的 那带头 而其中一个 香港的 前任的 中央政策组 的头 哪个 劉兆佳 哦 劉兆佳 佳叔 佳叔也是 加入了 大家知道 在中澳里面 不是说你跟我 可以搞这样的 政策研究 那为什么突然间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推出这样的事情 而又不找左王 邵善波 之流 其实我说左王 邵善波 这个名字 说出来之后 再翻查 那几个月 是没有什么出声 好像真的没有听过 他名字 很久没有见他名字 已经没有见他名字 但这个人仍然是 梁振英幕后的 智囊 头 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 突然间 林郑会站出来 北京 又有这样的动作 究竟是不是 正如有些人所说的 CY都已经是 预备脚筒 都可以了 哈哈 找回落 那当然是不是 那就是阴谋论 是的 不过我想整件事 这次林郑出来 很 给我感觉 也在记者会中 我听到她这样说 直接问她 你会不会成为 2017年特首的选举 其中一个候选人 凶月来风 这些东西 其实在今次事件 我同意你说 其实这么大的 所谓特首的 一个 未来特首制定的方案里面 虽然因为梁振英 之前已经说明是被林郑负责 但是不可以这样置身事外 从好方面去想 是不是北京已经看到 香港这样的情绪 不对路 如果被梁振英 这些人 硬桥硬马 即是大家 斗争 梁振英 说一句话 泛民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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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民调的接受率 又高了个点 这样的情绪 始终是不是这些搞到 搞到要有占宗出现呢 北京是会有恐惧的 所以为了这样的情绪之下 而见到有这样的发展 拭目以待 林郑 林郑的下头是什么 政务司司长 政务司司长 基本上特首之下的 负责管理人 执妻事务 如果打个比喻 贴不贴切呢 就是奥巴马 指派任何点名一个人 但美国就要经议议院的通过 就是说做司法厅长 司法厅长 做什么 做secretary of state 就是他点名做的 是有提名做的 就是他临头才能被考虑 林郑逸娥也是这个贴切 是吧 好了 我又跟大家分享 刚才听到周盛康说 听到VD说 就有一个看法 这件事出来 也可能是 事必有因 或者是否摆卖了 中央已经将谁摆在一边 但是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的人 我啊 我看了 反而另外一个 我认为正常的想法 就是说 等于这边也是的 那些政治敏感的事情 我都已经属于一个 踩在哪里 就有很多民情洶涌的了 那我正常的 按头 给我第一把交椅的 呃 所谓高级高级到不得了的公务员 去 站出来 这件事 那我又觉得好像很正常 好 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我们先休息分 因为差不多时间 要逼 逼完回来 Harry 或者我都可以 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的看法 啊 我怎么才知道 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为何申请按揭 要找专业房屋按揭顾问呢 和人家有什么分别呢 申请房屋按揭 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我第一次买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别优惠呢 这么多楼房买卖的问题 就要听实 一clickradio 每个星期二播出的 《楼房按揭101》 我何杰文 和嘉宾主持Alan宋一良 会帮大家解答不同的 《楼房按揭》问题 千万不要错过啦 www.oneclicksoeasy.com oneclickradio 只要一按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好 回到《华山论见》第二节 第一节完结之前 李日带出了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为什么林郑宣布的 我很同意Richard的看法 但我也是一个很阴谋论的解读 因为这个人呢 根本呢 由选到之前 一直是官场中人 或者是和合作的人 这个人是很没腰骨的 一有什么就卸博 照片就是她拍 有博就是这些伙计 一样是这样的情形 一样是这样的情形 就看到这件事是很不够的 推林郑出来 有博你什么 刚才我和李日说 我也想白回应 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 绝对是你刚才看到的 那个point 是有道理的 只不过就是 目的呢 正如你说奥巴马 都会找一个最高级的副手出来 就一个white paper 作为一个辩护行的 无谓自己立刻站出来 充满了政治色彩 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 对这个推测 也可能是 现在 你说叫梁振英再走出来 为什么我那时在中山珠海 而不是在香港 我说 这个是他负责的 我已经代理了 美国佬那种第二个人 这个完全是有道理的 不过就是 Helmy刚才提到的 第二个可能性 也不是抹杀 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空间 让大家去撕杀 大家有很多想像力 虽然 林郑月娥在 我想香港 一般市民 甚至乎在一般泛民主派里面 都觉得她是一个 比较容易接受商议 不是容易接受商议 是会可能 容易溝通到的 我看你和香港市民说 你要选林郑 要选CY 我们是没什么争议 但又要公道些 我也同意 林郑月娥站出来 和善 她和善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外形 眼耳口鼻神情 微微嘴笑 好像陈方恩生也曾经 也说四万 但另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人对她 仍未有一个偏见 和梁振英比较 如果对一个人 仍有一个客观空间的看法 仍未钉死了她 或者喜欢到她不得了 那就会觉得 好像容易处些 如果对她很有成见 尤其是负面的成见 她说话多有道理 你都会当她臭 这个很明显是人的心理作用 是很大的关键 市民 官人来说 对另一个人的看法 是影响到她接不接受 这个人的任何言举 一句说话 即是你说 Richard说话 非常好感受 因为你面貌和善 多谢 但是这个肥龙面貌可憎 我就会觉得她说话 这个话名不存在 没有人有这个名字 我先解释 所以这个说话我喜欢 不过我也觉得 其实林郑月娥 在今次记者会上 或者在立法会里面的答问 都表现到她是 其实有很多 可以相议 至少给人的感觉 有相议空间 如果是真的 尤其是 好像周成康所说 如果北京觉得 这件事真的 要找林郑月娥出来 可以有一个滑船的空间 以后达成一个结论 是真的可以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即是李日成都说 我们讲了同样的语言 同一个假设 不是 没得普通语言 就没得说了 整个政改 就不知怎么办 这样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真的 在北京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 会给多些空间 林郑月娥去 跟别人沟通 商量 或者妥协的时候 有空间 可以走 如果北京政府 还有政治议位 无论如何 都要把香港的 这样的 撑多行的局面 去化解的 你 这个 2017的普选 我不知道真普选也好 假普选也好 选到出来的 如果香港人觉得 我说觉得 只要香港人觉得 这个人 跟689 选出来的 是没什么大分裂的话 所有做出来的 都是浪费的 香港人仍然不认同 这个选出来的 新特首的话 那个管治局面 仍然是这样 撑多行的话 跟今时今日 是没有分别的 香港的司法厅长叫什么名 香港的司法厅长 是不是叫司法厅长 香港的司法厅长 律政司长叫什么名 袁国强 袁国强 刚巧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今早看香港新闻 那两三秒 看到他答一个问题 大家都说 你们两位都可能有看到 有一个记者问他 李飞说了这句话 我相信就是一人一票 这四个字在基本法不存在 就问李飞这样的岗位 说了这句话 是不是有管制性 这个就是 我不记得他用什么字 但意思是这样的 袁国强 都答得很体面 很圆滑 很有空间 所以呢 我始终是觉得 这两个 因为他不是最后 有决定性说话说到 或者引起一个很大风波的人 所以梁振英 我相信梁振英都知道 那你就这样回答 那你就这样回答 如果你这样回答 我OK 这样已经给了个意思出来 那变成了 梁振英都站在后面 就是说 希望现在好像周胜康这样说 就是容许现在一个开始 希望有一个 有空间 大家都可以讨论这样的姿势 站出来 温和一下局面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最乐观的 假设之下的发展 即是说如果是温和地 是彼此之间提出不同的建议 原来大家在讨价还价也好 互相协商也好 互相妥协也好 去达到一个中间落墨的 大家都接受的普选方案的话 这就太乐观了 他只是放个姿势 是这样 到来的决定 等于现在 所谓西方民主 我们加拿大 这个北方油管 那样东西 我们的厅长 联邦那个 他都说这两个是一起的 不是相对的 但到来他决定 是否能够有中间位 未必有中间位 是的 但先说 另一个正常的可能发展 就是说完一大论 五六个月之后 咨询文件结束 那个结论出来 跟现在我们 反而泛民主派 所最不想见到的结论 是一样的 即是怎样去商讨 但可能能够排除 不排除的 正常发展 不论中方也好 不论在西方也好 不论在加拿大也好 始终都是决定的 这个决定 是不会全世界人都满意的 我明白 责成 对 加拿大政府 不论哪级政府也好 做任何决定 有一个政治代价要付的 是啊 如果你是做错决定的话 下一次 很可能你就选不了了 未必 但他有这样的政治代价要付 有这样的政治考量 会有选择告诉你 你的代价是什么 但在中国香港做完这个决定之后 如果做错决定 与民意为敌的话 是没有政治责任要付 是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的 但是间接来说 都要的 例如 坐下梁振英的位置的人 说了哪句说话 出之到头来 可能因为这样 他付出的代价 就是不能够再错了 这个都是代价来的 换人 你的马仔就是了 梁振英就是 推林郑出来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如果是北京最后 拍板局做错决定 那谁负责呢 那梁振英 北京说 就算你走了我那条路 我都可能将你换位 这个都是代价来的 他既然走了他那条路 我为什么还要 骚扰着你这些人 我又放个好些东西给你 那有什么代价 对北京来说 那梁振英给他代价 梁振英就要付 他不是最后的老闆 他不是做决定的人 你不要搞错 我一说是做最后决定的人 如果这样就绝对同意周盛康说 因为一个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 那共产党就肯定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 那他怎会需要在人民能够投票之下付出代价 所以没有了 在北京 如果一个不是民选政府里面的一个决策者 他做的政治决定 就不需要 不需要承受人民 能够给到他任何佛的代价 但是会有后果呢 会不会有后果 那当然有 但也可能有 但不是在人民那里出来的 那是后果 可能是对手出来的 等天收 或者等于这里 对手 对呀 刚刚知道中国北京发生的新闻 这件事暂时来说是花边新闻 你说周永康比商规 对呀 我不敢胡说 我只是照报纸论 但其实这件事已传了很多月 自从由薄熙来的事件开始 就不停地发烤 是啊 过了几月 周永康手下的 猛将 还要马仔 所以他们数出来 已经猜到十个八个 已经下马 那究竟是 是不是已经被商规 之而之旅 一天未曾公布 那我们只可以揣测 但我只可以当花边新闻 那样看 因为今天我听到很多 我都觉得 周永康如果大家明知道他是谁 我可以重复一次 在十八大之前 习近平坐正之前 他对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个 其中一个 他还是负责警察 政法委 政法委 负责有关法律 司法 维稳 维稳 司法 总之有关警察 内部 内部很安全 是他负责的 那有两点 我今天说了 吵了头 他说 现在 照人们的统计 在他家族名下的资产 是三百亿人民币 这个数据怎么得出来 我不知道 当然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 我不知怎么得出来 另一个 就是他很多年前 曾经 因为他有 我纯粹讲花边新闻 他有很多情苦 这个人非常之喜欢好色 为了这样的情形 很多年前 曾经找两个武警 撞死他老婆 哇 这么厉害 就是 导演一出交通以外 去撞死他老婆 而这件事 那两个武警 后来判了15年监 但是三四年之后 放出来 现在去了 他是石油邦的头头 就是说这两个武警 放出来之后 还不久坐完 又出来 去了一间石油公司 做了副经理 以为这件事 连他的第二子 都不认为他父亲 那这些新闻 不知道信号还是不信号 那你刚才说了 我们说周永康的高层的人 突然间要面对 可能被落马 被检控 自然有很多花边新闻 就是说去的了 那这些东西 当然是 完全是老作 因为是 你知道 中共的官场斗争 大家都 大家都可以理解 大家见尽不少 那这些是不是 他对手放出来 诬蔑他 或者故意说这些东西 天曉得 我同意你说 花边新闻 听了就算 留下大家 慢慢判断这些 或者可能明天 已经双规了 都不认 今天我们主要想说回香港政制 但这些花边新闻挺有趣的 希望大家知道 未来这六个月里面 或者七个月里面 香港政制的检讨 或者是咨询 是不是真的做到 我刚才说 最乐观估计 正常估计 和更加可悲的发展 我有一样想 就是千万不要占中 不是怕占中 而是希望搞定那些东西 不需要占中 最悲观的想法 就是占中会发生 我自己觉得 好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再说第二个话题 你现在听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欢迎各下来临10号茶餐厅 你好 请问想点什么菜呢 我们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侍应服务 在这里找不到 这套装修好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环境 在这里 都找不到 哇 焗猪扒饭 肉醬意粉 封砂鸡翼 真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这里 更加找不到 什么都没有 这间什么茶餐厅 是10号茶餐厅 小姐 那这里究竟有什么 问得好 这里有两位大厨 就是我肥龙 和我阿神 每个星期 我们都会紧贴天下大局 搜罗世界各地的催民日事 还有最新潮流趋势 科技新知 还有很多生活实用贴士 总之信息一罗罗 保证你满左而归 这么正的茶餐厅 在哪里 只要每个星期三 上网到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就可以收听到 肥龙 阿神 10号茶餐厅 1clickradio 新在家国 深系香港 每个星期 一班时事评论主持 都会在华山论见碰面 他们个个唇窗舌舌舌 论盡天下正事 回到华山论见的第三节 今次我们就讲回本国的事务 所以Henry、周成康就先走了 留下Richard李逸和我在这里讨论 我想讨论一个最近这个礼拜发生的事件 就是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就是庄文豪提出了一个改革法案 他叫做 内容大致上就是想说 在联邦国会议员 就是联邦国会议员 就是联邦政坛里面 国会里面 一个政党的党领 可能会受到党团成员的质询 或者质疑 他的领导能力 那个要求是不同了 现在要求根据他的提案 只需要在15%里面的党团 即政党里面的国会员15% 去怀疑有提出书面 即是签名 共同去赞成 这个党领的地位 受到挑战 可以这么说 然后在投票里面 只要在党团的一半的成员 是投票赞成 一半多一加票 就可以把党捉下马 而另一个建议内容 就是说 以后每一个党 国会议员的选题名 对选区的选题名 可不可以参选呢 是不需要在党领的背书 即是签名的支持 只需要你那个 选区里面的选举委员会 即是党的选举委员会 是通过了支持你 你就可以成为 那个选区里面的 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了 这两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使党领受到监察 或者受到党里面的 国会议员的 平衡或者质询的能力 也加强了党里面 每一个党的国会议员 所谓的发言 或者空间 而不只是在后座 只是举手支持党的路线 可以了 还有自己独立的声音 可以发表出来的 整个发展的目标 就是令到一个党 国会里面 每一个国会议员 都可以尽情发挥 监察政府的角色 我只是这样理解 Richard 你说 有没有需要补充一下 或者你补充一下 你现在这样说 都是完全对的 但是似乎你就是说 它正面上来说 发生了什么作用 但是也有负面的 是的 因为你刚刚提到 如果有了这个政改的成功 那每一个国会议员 无论是A党B党C党 更加可以代表它的区的人民 说话 就不需要做一个党的橡皮图章 你叫你怎么投票 你怎么投票 这个是正面的 但是呢 其实它现在也可以 是这样的 如果它够中立 它够硬正 有一个说法 我听到一个评论 人员都是这样说 他说 现在其实不是没有吗 我们这个加拿大的政坛 甚至乎我们不说是国会 我们说的 省议会也是 每一个议员 你选了民选代表 你应该原则上 实际上 你都是要为你选区的选民 发声的 是的 那这个是 基本的 为什么我们要 这样去加拿大的 所以他说 他一定会说 不是为了这件事的 是的 因为为了这件事 就是自己掌自己嘴巴 就是你一向自己 没有味和骨 你需要靠制度去支持你 其实我看过张文浩 我没有很厉害听过他的说法 提出那个议案的时候 我看回报道的引述 他说 希望在国会里面 无论代表哪个党也好 那个独立性 更加是 不会受到 别人质疑 或者更加强烈的意思 其实是有些事情的 但是引出一个很 令到人很难定夺 站在他那边 因为不站在他那边 举个例子 我们说每一个民选出来 都尊重他 选他出来的那班人 有没有投他票 都叫做他的区的所谓 无论你有没有投票 他都应该代表你的 你的选民 那你就应该 投票 就应该跟他们的议员 而投票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又要知道 他明明站出来 他自愿接受了A党 连一个标签在他那里 说这是A党的候选人 那逢选选举 不讲市 市很多就是没有一个党的党纲 我们的市选 标签还标签 没有党纲 但是省和联邦 那些大党纳纳有的 选举当时就推了一个 所谓台阶出来 Platform 我们有这72个 我们如果做到政府 我们就会推行的了 那你是支持的 好了 那现在就是要走那72条 其中一条 但是跟着你 当你选出来的时候 你那个区的选民 有些不是选你的嘛 刚巧你很慢赢了 那现在呢 超过一半 就是叫你不要走那条路的 那你是背叛谁呢 你是背叛因为党 而你被选到 你是背叛党 因为背叛现在人民的声音呢 很难选择的 其实是很多东西需要衡量 就是刚才我们说过 香港政治发展的时候 也有提到那样东西 就是一人一票 甚至乎选举 是不是真的什么呢 那我们都没有讨论到很细节 但是呢 在这里我会想起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你说的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 到底我们要受到选民 就是我们区的选民 选民的意愿去主导 还是我要 按照我当初 选举的时候 承诺了 因为你支持 你是属于某个党的党 比如你独立候选人 那就不同了 你就没得推卸了 你没得选 就是了 你从来没有标签 我们选你出来 我们就是拿着你张票的人 现在我们完全给了 以斯理有七成人 叫你走左 那你用什么值得走右呢 就似乎没有了 但是就是说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 在那个时刻 但是现在 张文豪所提出的 关键点 可能是 跟这件事不是必然有直接关系的 那我们将关键点提提 另外一些关键点 你提吧 关键点就是说 到底现在 我们联邦政坛 因为今次是联邦国会议员的身份去提 是不是真的需要在党领 权力上 需要有一个制衡呢 或者是后座议员 我们所说的 在某一个党里面 作为一个后座议员 意思就是说 不是属于一个很关键性 就是一个比较受 又次要点的角色 那不如再焦点点 我的理解 英国 我想大家都承认 又是西方的民主政制的一个例子 澳洲也是 加拿大当然是 我的理解 专家写了 我当专家是对的 英国和澳洲 澳洲 现在的国会规矩 党团和党魁的国力交出来 就已经等于我们这个提议受接纳之后 即是说 一半数加一个 你的党团里面 要党领下台 他就要下台了 那又是民主政制 英国和澳洲就在走另一条路了 所以呢 我相信不少人在我们加拿大 是支持庄文浩这个提议的 是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 不是说很久之前 澳洲也真的有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 发生了 发生了两次 是两次 A就退了B 跟着B就退了A 是的 真的 很精彩的 在我那时候看 你都好像很熟悉澳洲的政治变化 因为就是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值得我们关心的 是的 所以 我先不要说 其实我对庄文浩这个提议 是没有完全立场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純粹有趣 真是特别的 其实 我也是看过澳洲当时政坛的风云变化 我反而觉得这个提议如果真的实行在加拿大的话 可能会有同样的事发生 绝对有机会发生 那是一件好事来的 某程度 你说你没有立场 那你应该是未知是否好事 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可能是一件好事 我们看到澳洲这件事 居然发生的例子就是 真的那个党灰在 不需要讲一年 好像不够一年时间 还是两年多时间 就已经转了 A变B变A 其实对澳洲政治的发展来说 或者政府的延续性 就是执政党的 发挥执政党的功能 会不会有困扰呢 我觉得可以讨论你 这个我觉得 譬如说这个A党灰做上台了 他又推翻B党灰 所以路线是否有很大的改变呢 跟着现在B党灰再推翻A党灰的时候 那个政策路线是否有180度转态呢 还有很多时候 那个决定性 有未必是一个政策的 决定性呢 很多时候 尤其是一个党的党员 他怎样看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你的领导之下 我们现在的势不太好 还有九个月大选 那我们会输给对方的 那你求赢呢 那就麻烦你站在一边了 那是属于做得对 或是为权力而牺牲的人呢 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对政坛 我说的是对政治发展 就是我们看回整个政治形势发展 是好事还是坏 对民主是否好事呢 这个更加到辱了 是的 民主 民主 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情况就是说 那澳洲如果发生了一件事 那民主政制 是不是当地人会觉得 招了头 或者觉得有些什么言论 会 舆论上面会有什么改变呢 那这个对不起 我就真的无可奉顾 因为我没有怎么看澳洲的传媒的 是的 我想一下一些资料 可能很多政坛里面的发展 那些人觉得已经习以为常 我不知道是不是习以为常 他们的制度容许 他们就认为对了 对了 他们就不要觉得很奇怪 也都不会在政策上有很大的转变 因为我发现两个党魁 不同时间执行路线 分别不大 其实大家都是 真的好像你讲的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党团成员里面 一些人的看法的改变 而扎成这样的结论 政治的方向 政策的方向未必分别很大 但是有时候有一个大方向就是 你领导之下 那个党团里面 譬如说有98个 或者170个 如果你连领导170个人的办事能力都没有 那个领导能力都差到不得了 你做了九个月 就整班都怨气冲天 肯定过半就想你走的了 如果这样 我觉得 看到这样的话 也都代表大选 你这个破坏性的领导 分分钟就输了 是啊 我们差不多讲 讨论到差不多时间 又可以休息一下 下一集回来 我们再讨论这个题目 一个百分之百 关于汽车的节目 两位汽车达人中的达人 我是车评人Regina 陳伟心 我是车书频道主持人 Tot Ho 车书频道 每个星期日 Regina和Tot 都会在车书频道里面 轮盡车坛 无车不欢 男人记得要听 不女人 就更加要听 QB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车书频道 是由加拿大唯一内容主导 中文汽车雜誌 车书雜誌 AutoNav赞助播出 《华山论见》 《华山论见》 回到《华山论见》第四节 刚才我讨论过 庄文浩的提案 相当之 如果有特别 如果令到加拿大政局变化 但我今次想讨论的重点 庄文浩本身是联邦保守党的国会员 也是后座员 去报任何内阁职位 他会代表一些声音 就是 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代表一些 在联邦保守党内 不满意总理黑帕 在总理办公室的权力过大的情况下 有形成一个独裁式的董治 在保守党政府里面 有些不满意去的 保守党语言 全部都被迫禁弱寒蟬 因为不可以说任何东西 去公开表达 对保守党政策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那 你觉得怎么看呢 纯粹用这个 看回当今政策 刚刚也有传媒问庄文浩 庄文浩也在视频里看到他的答法 他说得很得体 他说大家绝对不要误会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绝对支持我们现任保守党的党领 我们哈伯总理 我更加有信心 他会继续领导我们 迎接下这个2015年的联邦大选 我也深信 在他的领导之下 我们保守党会再线联系政府 他说就这样说了 明白 因为这个意外 就是庄文序的提案 无论如何 通不通过都好 最有限度最迟最快都要 在2015年大选之后才会发生的了 现在说到明了 当然 但如果 你刚才这样说 因为我也没有看过那个视频 但我相信我也是很得体的 这个说法 但是 会不会 在哈伯政府现在很多的负面新闻发生之后 都会令到 有些人的印象就是 其实保守党政府现在存在一个风雨飘摇 在选民心目中的信任度开始降低的时候 庄文浩这个提案某程度上是会帮到还是帮不到保守党 在刚才你说下届可以再线联执政这个情况 但是由另一个角度 我的理解 他这个提案 如果通过的话 现时这个版本 是不只是应用于执政做政府的A党 也都同样应用于其他的反对党 无论哪个反对党都是受影的 即是说 任何其他反对党的党领 都是权力会被他的党团拿走一点的 嗯 这样的角度之下 我又刚好在视频里看到唐文街 唐文凯 新民主党的党 唐文凯的回应 我又觉得他回应 我希望我不是对他有任何偏见 他的回应我又觉得好像没有直接回答一个问题 我比较喜欢政客直接回答问题 有传媒问他知不支持这个法案 你会不会呼唤新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去支持这个法案 他的答法是怎样呢 当然又不是我记得他的一字一句 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 庄文浩在这个时间他也是保守党的 提出来 我深信无疑 他一定 大家看到了 他包括其他的保守党的国会议员 都好像他那样 是对总理和总理的办公室 尤其是对上议院的种种失礼死人的做法 当然是很不满的了 如果他是确认这件事 我就支持到他不得了 喂 那就是支持他去骂自己的敌人 没收党而已 就不是支持他的法案 昨天记者就问你知不支持 因为很明显 你支持唐文海 你的权力都给你的国会议员拿走些 你制不制呀 那我就很想听他答 也很想听 杰斯庭 杰斯庭 假斯庭 假斯庭 我希望传媒努力追问这两位 也可以追问分离党 灰北克省分离党的党令 当然我赞成的 庄文浩这个提案 如果成为法例 是对所有政党一视同仁的 如果不是针对某一个政党 是对 不过正如他自己刚才也 我记得他说过 他这个法案是想了一段时间的了 跟近期的事件 他的报酬引述 就说跟近期的事件是没关系 近期发生的事件是没关系的 他这么说 因为他作为一个律师 他希望针对政治发展 民主发展的一些情况 作出改善的 这个我想我自己在报纸里 就理解他的提案的原意 不过因为刚刚看到 联邦保守党在民众的支持度 真的下降得很厉害 现在最新民调就说 只有26%至28%的支持度 而自由党在刚刚这次 这四个国会议席补选之后 支持度又升了去到34%至36% 当然因为另外两年才是 即2015年我们的国会才去大选 年半而已 年半大概年半 2013年我们就大数大数 就是年底了嘛 刚刚大数两年 头后两年 头后两年 其实很快程度上 当然我们都会觉得 当然我们不可以知道 因为正如今年5月省选 我们都不知道民调 还有结果可以有完全 这么大的差距 但我们知道 联邦保守党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但这个时候 发生了庄文浩去提案的情况 就真的很难令人联想到 大家和联邦保守党 是不是要做些事情 或者联邦保守党 某些议员 议员觉得 就是要做一些事情 好像刚才所说的 这个提案本身通过了 都是议员自己去衡量的 最后来 是不是觉得这个党领 是没有能力去领导他们 去打一场仗 或者做管理好一个政府 的话 是党是议员自己的决定 所以是 比较上来说 是一个 吊诡一点 不是说 完全和保守党近期的政治发展 可能没有关系 虽然庄文说得很得看 说就还说 所以那个时间性 那个timing 就怎么都是 他譬如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的了 就是事先 他有没有 和上面 的党有力 那十个八个 稍微招呼声 我有个这样的idea 我想大家 初步觉得怎么样呢 因为你一个党里面 很多东西都不是自把自为的 就算你最后 推不推出来呢 你不需要说 我听党说 但是 就不要提都不提 一扔就扔了个提案出来 那就绝对不是一个所谓 一个team player 是的 某程度上 正如你刚才说 他当初定选的时候 起码都是打正招牌 因为你会被选到吗 是的 这么厉害 部首党的支持者 是因为你是部首党候选人 所以投你一票的 机会都很高 直接高到不高 因为有史以来 加拿大独立 选到又去国会 做国会议员 我相信肯定 这百多年 就少过十个 可能少过五个 是的 不过我相信 如果今次来说 作为一个缩影 其实我之前也想 和大家讨论一下 联邦保选 四个国会议席的保选 看来保守党的形势 是真是不容乐观的 这个又很正常的 所以他唯一要乐观点的 他会怎么看呢 就说什么时间都会冲淡的 还有年半 你要冲淡 有时就不要就这样 希望时间就冲淡 你要扔些好东西出来 为人民做一些有建树的事情 因为一个脑就不容许他空白 你的脑如果没有东西 有些坏东西在那里 就永远跌不出来 你要扔些好东西进去 把坏东西逼出来 那些人就会忘记了 所以之前我看到 比如保守党政府 黑白政府 都将和欧文签订 那个自由民协定 对了 作为一个重点 就是他们做的 所谓有公职 我可以这么说 是很重要的公职 最糟糕都似乎是 一个石子顶下海 就没什么浪 不行 我相信如果设计上面 这个自由卫协定 或者其他 甚至联邦财长 匹立克帝说 2015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 正语 都是一些 希望去到当时选举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影响的事件 而达成一个 刚才你所说的 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逼走的效果 是出现的 他唯一还是觉得稍为乐观的 就是我们还有16个月的时间 我们希望做到事 如果只有两个月 他就很害怕了 我想也是 不过我那几天黑白总理 暂时还没做 朗文豪这个提案 有些很正式的回应 没这么快期位的 我相信 聪明人也有这么快期位的 我又不觉得 他这么快会做一回应 因为实际上 这个提案 都没正式完全开始说下去 他还会这么说 我们的党 是这么多个党里面 最尊重 每一个民选出来 我们的党的国会议员 我们绝对不会抹下 他的讲话的自由权 还可以说到堂而皇之 还要说得似 那当然啦 这些是高手 那才是高手的 好 时间差不多 今天我们都可以讨论很多东西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讨论 不过下个星期 我想告诉大家 我会有事来不了 那时候我会看到 留意刘志达的chatter 会跟回来和我们主持的节目 OK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 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天地有正气 责任并留言 下则为何恶 上则为日星 愚人 喂喂喂 你干嘛响恕背正气歌 就要clickradio 我都知道他们很正气 但都不用背正气歌 不是哦 那节目标写着天地有正气 哎呀 此气不同脾气 你应该读成 天地有正气 每个星期四肥龙出文 和你介绍新戏 《环冠北美票房》 还会在电影大百科环节 讨论古今中外 一些对人生有影响力的新旧电影 咦?更翌日看电影之前 就一定要听到 天地有正气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soeasy soeasy